台南民眾黨在上週末 首都南下高雄 出現五週年的黨籍活動 並同時召開第二屆第二次的黨員代表大會 今天就有不少民眾黨黨員 穿著印有大大KP字樣的綠色青蛙裝 在現場炒熱場子 同時他們也到台前跟民眾黨團總共黃國昌 開心合影並拿出手板 擠得太離譜了 不過現在就有網友發現 在黨籍上出現的這些綠色青蛙裝 疑似是來自大陸淘寶網的青蛙人偶 兩件式服裝 一件只需要一千六百多塊錢 網友並質疑民眾黨支持者一天到晚 罵人是綠蛙去用青蛙當吉祥物 還有比較激進的網友批評 這是碰空追假 不過其實這並不是民眾黨第一次 在活動上使用淘寶貨 去年8月民眾黨舉辦北區姐妹 台灣選擇自由會時 活動上穿著清涼空姐姻緣團的舞者 當時也被批評是誤化女性 同時也被提爆說 他們空姐穿的是淘寶網的情趣服裝 這回再度招來不同立場的網友質疑 也是因淘寶網而起 我這老師好帥喔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